Future High 嗨 小朋友 你們大家好 我是最乖的小溪姐姐喔 哇 今天的天氣真的超冷的耶 媽媽一個人在家裡做工作好辛苦喔 所以小溪姐姐很乖喔 我來幫媽媽洗碗筷 所以我今天就要幫她洗囉 哇 蛋了 我竟然忘記帶最重要的東西 菜瓜木 那我這樣 碗筷要怎麼洗咧 我真的糟糕 好健忘 我可以請乖博士幫忙 乖博士 乖博士 乖博博士 你嚇喔 什麼事啊 小溪姐姐超健忘的 我要幫媽媽洗碗筷啊 嗯 可是我覺得忘記帶菜瓜布了 菜瓜布 對啊 不用擔心 我們這裡到處都是菜瓜布 為什麼都不知道這附近有大賣場啊 大賣場 對啊 古時候以前的人都有大賣場 但是他們要不要洗東西 對齁 那這樣怎麼辦啊 所以大自然就是我們最好的大賣場 蛤 原來大自然也有菜瓜布 好啦 小朋友 我們一起去看看大自然的寶藏菜瓜布吧 Lature High 來 Let's go Let's go 乖乖博士 你不是說要帶我認識大自然的菜瓜布嗎 你怎麼把了一堆雜草給我啊 這就是菜瓜布啊 可是菜瓜布不是絲瓜種的嗎 這個一點也不像絲瓜 絲瓜是另外一種方法 那還要曬還要幹嘛 多麻煩啊 我這個啊 我這種菜瓜布只要到隨便到西邊 台灣的西邊稍微用心找一下 就很容易發現喔 而且它摸起來好像有點像草耶 對 你摸摸看 你摸摸看 有沒有粗粗的感覺 感覺有點金屬的感覺 對 它叫什麼名稱啊 它叫做木賊 蛤 它叫做木賊喔 那它不就是賊了 木頭的賊 對啊 那其實啊 它在石探季喔 兩億年前的時候 就有它了 兩億年前喔 所以你現在摸的是化石耶 鼻子 而且是活的耶 這麼珍貴喔 但是我告訴小七姐姐 兩億年前你知道它有多大嗎 我曉得耶 兩億年前喔 它有三十公尺這麼高耶 這麼大喔 兩億年前它是神木這麼大 真的假的 真的 那為什麼最後會變成這個樣子耶 喔 它慢慢慢慢進化慢慢進化 然後就會變成這麼小 就越來越細了 對 它是很特殊的喔 在分類學上 它是一個獨立的家族耶 嗯 最主要木賊啊 在熱帶國家 像莫七哥那邊喔 它也可以到八公尺高的 哇 對 然後一些比較熱帶國家的話 也還有五米高的 喔 所以說這個在台灣 其實是很容易在西邊河邊 就隨手可得囉 對 台灣的話 我看過大概兩米高 對 兩米高 兩米高這麼高喔 對 兩公尺高的 對 它就是會長群聚的囉 就是長很多很多 它會長那麼高 沒錯 它會越長越長 越長越長越長 那大部分我們都拿了它 作用什麼用途啊 因為它上面有細菌子 很粗 它可以把鍋子上的一些 這樣東西刮掉 所以早期啊 哪有那麼多什麼菜瓜布那些 都是利用這個 只要到水邊洗東西 看到木賊就抓一把 就可以洗了 然後你看喔 它是圓筒型的 圓狀型的 然後輪身 對 它像這個就很粗耶 然後你們會發現 請問它的葉子在哪裡 對齁 這個感覺好像是它的 它沒有葉子耶 我覺得它的葉子 對 所以它的葉子已經退化 它完全靠這一根綠色的鏡 就可以行光紅作用 乖乖不是啊 這個木賊感覺看起來 脆脆的很像空心菜 它是不是也是可以吃啊 齁 你們什麼都想到吃 對啊 我告訴你 木賊全世界很多種 雖然台灣的沒有毒 但是有些木賊有毒喔 有毒 有些啦 我就跟你講台灣的沒有毒 那還好 然後呢 但是在日本齁 也有人拿它來做料 這日本人還吃木賊喔 還有還有 在中國這個草藥的書齁 有很多都有記載 以前都拿來治療眼睛相關的 眼疾的病 哇 然後就眼睛啊 什麼毛髮那些 都還有幫助喔 沒錯 但是喔 因為這個只是古書上的記載 那現在呢 還是要經由醫師的證明 科學的證明 所以這個都還有待 科學去好好的把它驗證出來 我相信它對我們人類狗血真的是很多耶 沒錯 又可以這樣子 洗霜穿洗霧供 然後又可以治療這樣子 眼睛的偏方還不錯 嗨小朋友 又來到了明正太小西姊姊的時間喔 欸 我發現我這樣怎麼仔細的看這個木賊 都沒有看到它開出一朵漂亮的小花耶 奇怪很怪喔 你有看過蕨類有開花嗎 欸 它是蕨類 我還以為它是青菜類耶 你還想吃你 喔 原來蕨類是不開花的喔 欸 其實蕨類喔 它不是算開花 像這個啊 就是屬於它的 一種包子囊的型態 喔 那它包子囊 它有很厲害的功能 高色泡 喔 為什麼 它會慢慢的把它的包子囊 它包子囊就是它種子 它慢慢的把它包子囊 深刻衝 嘻 啞 它的包子就真的動我 這麼厲害 針 出去啦 欸 它是用什麼去推啊 這個要用 bordFirst 20負以上的放大鏡 像你這個放大還不夠 倍速 就會看到那個整個過程 很有意思 而且幾秒鐘就完成一次了 它是用風耶 推動喔 它是用風耶 不是的 它自己有彈氣 喔 carryロue 包子自己有彈氣啊 很多蕨類都有這個功能喔 那一個蕨裂有多少個包子啊 喔 它一個蕨裂 一顆的話幾萬個包子 那不是同時一起這樣千軍萬買 一起這樣砍過去喔 沒有 它會一直製造新的 然後就會一直彈 很有意思 哇 那那個人量力很大 那這樣彈射這個包子 主要是要繁殖用嗎 當然啊 所以它的周圍就會很多包子 那因為它的根很深 它還會用根茎去繁殖很快 根茎也可以繁殖 對 所以通常喔 你只要找到一顆木賊 通常不是一兩顆在那邊 絕對展排的 喔 群居的 對 它是一直繁殖一直繁殖 一直繁殖下去 哇 那這樣一大片 會不會對我們的那種 造成一些植物的困擾 這是植物的正常生態 因為它當它被其他 更強勢的植物擋掉以後 它就長不過去了 像以前啊 有一種很有名的叫樂高玩具 喔 樂高我知道啊 就是疊疊樂啊 你看喔 我把這個木賊喔 就把它打開來 你看 有沒有 像不像樂高一節一節接上去 有點像竹子耶 這樣一節一節 像樂高一節一節接上去的 它當初發明樂高喔 就是看到這個節節草 這個木賊 這樣子來發明的 來 它還有一個 像我們小時候要打扮 打扮漂亮的姑娘要出嫁 變成蝴蝶結巴 就可以這樣一節一節的放上去 這樣感覺 好像是中了什麼飛劍一樣喔 那可不可以當吸管 感覺好像也可以洗東西耶 但是裡面的髒東西也變成吸進去 可是當然是要洗乾淨啊對不對 對 很像水管一樣耶 嗯 小溪姐姐很聰明可以試試看 我還沒想到 一個那麼簡單的木賊耶 可是卻是大自然的奧妙 還有那麼多的功能耶對不對 所以最主要的 最簡單的就是洗鍋子 拆瓜布 小朋友可以洗 那乖不是啊 那既然講了那麼多 我一定要在碗筷都還沒有洗 你就趕快跟著我 一起來幫我洗碗筷吧 蛤 是喔 這麼冷耶 拜託你幫幫忙了 我把它看在你這麼孝順的份上 我們就跟著你來去 洗刷… 洗刷… 好 那小朋友我們走了 拜拜 拜拜 That's so cool 好